左旋63度 距离281米 单发 放 张静雅是落马湖舰的一名女炮手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她努力了6年多 对我来说 离炮火越近 越能锤炼自己 我想这不光是一种训练态度 更是我破茧成蝶的原因 上阵可遇炮杀敌 下阵还能春风化雨 走下火炮站位 张静雅还常常在宣传骨干这个岗位上忙个不停 此次随建执行护航任务 原了我兵之初的梦想 让我的青春在拨鼓浪间中绽放光芒 亚丁湾这片海域 对于特战队员任凯来说并不陌生 这是她第二次游业在这里 而她面对的 除了一如往昔的狂风巨浪外 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海盗 在我的死点里 没有畏惧 更不会有胆怯 我将用青春报效祖国 用热血浇注海防 在强军的征途上 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 升空 巡航 研判海空态势 这是29岁的飞行员徐小伟每天的例行功课 对她而言 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她要做的是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而她的用心也让她赢得了护航先锋的美名 在看到来自祖国的背护渔船 展开五星红旗 向我们表达感谢的时候 我感到无比激动和骄傲 我为我的青春在充满火热与激情的军营里绽放而感到自豪 薛小伟的青春在蓝天飞翔 刚刚毕业不到一年的副航海长谢卓彤的青春 则在蔚蓝大海中随浪花绽放 第一次来到亚丁湾 战舰的航迹与海图上的线条渐渐重合 她的青春和梦想也在慢慢地靠近清晰 从军校学员到一名航海军官 变得是工作环境和岗位 不变得是我的初心和坚持 青春对我而言 就是保障好每一次航行安全 旅行职责 守卫海疆 亚丁湾上 岳阳舰几乎时刻不停地航行着 作为舰艇心脏的守护者 主机兵张端心的工作也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在她的战位上 听不见涛声 看不见浪花 只有巨大的轰鸣声作伴 可在张端心看来 这声音却是最动听的和平之音 在远海大洋上守护过往的商船 为国争光 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为我的青春有一抹迷彩的蓝色 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希望我们的官兵 擦亮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在高标准旅行党和人民服役的使用任务中 彰显爱国之情 在护航路上扬起人声 理想的风帆 金党光丁 武汉有我 将军有我 将国有我 禁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